6月1日下午 河北刑台俱樂院70歲的法輪功學員吳散江 再度被非法關押到刑台市第一看守所 他曾患重病 一位修煉法輪功棄死回生 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5次遭到綁架 明慧網報導 6月1日下午 俱樂院、檢察院人員 提村派出所、黃虎寨派出所警察 開著三輛警車去吳散江家 6月3日 提村派出所警察 給吳散江的丈夫一份非法批捕書 吳散江家住在河北刑台俱樂院 黃虎寨鄉沉虎村 1998年立月 徑院醫院檢查 吳散江患心臟病淋巴結核 月乾乾複水晚期 醫生斷言他只能回一個月 叫他回家料理後事 村裡有人練法輪功 1994年4月 吳散江開始跟他們學起法輪功 修練之後 他的各種環質不治而遇 他起死活生的消息 好像炸了窩一樣 傳遍各鄉村 令到鄉親門清奇 現在已經過了20多年 吳散江依然健康地活著 10多年來 吳散江因為堅持自己的信仰 按照真善忍做人 一直遭受中共迫害 5次被拘捕 非法拘留 巨額罰款 電棍電擊 劫落私人財產等 2020年6月3日 吳散江在提村鄉佛寨村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被提村派出所綁架 第二日 據陸公安局 國保隊長勞東利 帶人去他家非法抄家 隨後 他被非法關押到刑台市第一看守所 6月17日 吳散江被非法批捕 7月 吳散江被非法關押了大約一個月 被取保後審回家 之後 派出所多次到吳散江家騷擾